大家好 刚从超市里买了一颗新鲜的大白菜 今天就用白菜和大家分享一颗新吃饭 不炒也不凉拌 每次上桌一大盘都不够吃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将白菜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俗话说的好 白菜不如白菜 可见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秋冬季节的白菜不但价格便宜 并且口感脆嫩清甜 很受大众的喜欢 今天我们就只用这个绿色的叶子 因为叶子的含水量比较充足 营养价值都在菜叶子上 白菜帮也不要浪费 可以留到下次炒菜吃 将白菜叶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捞入空干水分 下面和个面团 盆中准备300克面粉 加入两克的食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用180毫升的温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这样做出来的面非常的软 吃着也更容易消化 搅拌成面絮状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手揉成面团 最后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 再把它移到案板上揉得光滑一些 揉好后搓成长条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把每一个剂子稍微整理一下 再搓成长条 像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盘子 刷上一层食用油 将长条摆在盘子里面 上面也刷上一层食用油 每摆一层都要刷上一层食用油 全部做好后 盖上一层保鲜膜 饧发半个小时 锅中做到以前食用油 将粉条放入油锅里炸一炸 哇 特别的漂亮 将粉条炸干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盆中 用干粉上敲碎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以防备用 白菜叶控干水分后 放在案板上 先切成条 再切碎 最后用刀剁碎一点 这样口感会更好 全部做好后放入盆中 将炸好的粉条倒进来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粉条能吸收白菜里面 多余的水分 防止白菜出水 并且白菜里面加入粉条 吃起来就会别有一番风味 搅匀后先放一条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豆腐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后放入盘中 准备一个好看的小碗 在里面打入一个正宗的母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搅散 然后将搅好的鸡蛋液倒入豆腐里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使每块豆腐都裹上一层鸡蛋液 像这样就可以 搅匀后腌制五分钟 这样会更加的入味 准备一根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后装入盘中 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和胡萝卜放在一起 起锅烧油 油热后将腌口的豆腐倒进来 用铲子翻炒一下 使豆腐受热均匀 豆腐里加入了鸡蛋 这样炒出来的豆腐会更加的滑嫩 将豆腐炒至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然后把胡萝卜葱花倒进来翻炒一下 由于胡萝卜是属于溶脂腺的蔬菜 经过油炒之后 就会释放出大量的维酸素 这样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有营养 下面来调一下胃 在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适量的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 一勺黄豆酱 少许的食材香 用铲子翻炒均匀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和白菜放在一起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样白菜的味道吃起来就没有那么单一了 有豆腐的香味 有胡萝卜的香味 还有小葱的香味 像这样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先放一旁备用 面团醒好了 把多余的油倒在案板上 用手涂抹均匀 然后取出一个面剂 用手按饼 再用擀面杖擀开 这里尽量擀的薄一点 然后从一单方上调好的白菜馅 像这样把两边对折一下 再像这样卷起来 卷两下后 这个馅料就已经被完全包裹起来了 用手按压住里面多余的空气 然后再放上另一半的馅料 这样吃起来层次会更加的丰富 这里面的馅料不用放的很多 再继续卷起来 这里可以边撑边卷 收口柱转理一下 再用手按压一下 像这样一个生批就做好了 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生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逗力 感谢您的支持 电瓶档提前预热 刷上一层水乳油 油热后将做好的生批放进来 上面也刷上一层薄薄的生物油 锁住水分 然后盖上盖子 先烙三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翻个面 哇 好香啊 盖上盖子 再烙三分钟 再翻个面 全程大约烙六分钟 像这样烙至两面金黄 用铲子按牙迅速回弹 就已经熟了 出锅装入盘中 这道好吃的白菜馅饼就做好了 表面金黄酥脆 内里鲜香美味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用刀切开看一下 皮薄显大 这个饼吃起来特别的软 很好消化 即使放凉了也不会硬 这里面的白菜吃的特别的鲜美 加入了豆腐 鸡蛋 胡萝卜 非常的有营养 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 咬上一口真的是太香了 大人和孩子都特别爱吃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大家记得关注我 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